大家好,又是我們GameplayHK 我正在操作NXH Style Ever的系列 有看過我們頻道都應該有看過開箱 其實上個月我就買了這一盒,不過未有時間拍片 開都未開,自己都未玩過 再加上 Ever 這麼毒,當然要放一放 不知大家本身入手沒有? 如果沒有,就看看這條片,看看是否能看你 這次是電視版,所以機身是藍色 它所包的武器就是這一支大槍 兼且有一支追擊槍,加上朗基勞斯槍 其實朗基勞斯槍上一支初號機TV版都有 官方有一個圖片說,如果你買了兩盒 初號機就可以一次過拿兩支 武器只有這麼多,對比之前推出的那支 我都拍過影片,黃色這一支 其實這個分別有一個大盾 可以做這個場景 初號機拿這個陽電子炮 不過很可惜這部初號機我是買漏了 現在真的很少見,在街上就是 除非你很高價買,一定有人放給你 好,現在就趕快開箱 已經看到其實包了六隻拳頭 現在看到就是一支大槍,其他配件都在後面 NXH style的一貫作風,它的底座和支架 這次我們就多了一個肩頭給你 因為這支槍就需要你去換一個肩頭出來 接著這支槍的位置就放在肩頭上用 好了,兩隻EVA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左邊這隻我有一些自己的圖裝 例如你看到頂部這些線位都黑了 黑線,會漂亮一點 另外波頭,左邊大家看到會有0號這個字樣 我就自己寫上去 另外新的TV版當然沒有 因為一直以來這個系列的號碼 就這樣黑了,不會有任何顏色 外形就這樣看,基本上兩隻只有顏色有不同 還有胸口 不過這個胸口應該其實這隻都包了 可以換胸口 這次TV版就不能換胸口 回顧上一隻零號機 它包了兩個胸口 這個胸口其實就是等於我剛才開的TV版的零號機胸口 拳頭方面都有六隻 肩頭方面還有兩個 TV版只有一個 另外有一個大盾 以及支細槍 大家留意一下,其實我自己有一點美化 這個水貼我自己貼上去 不要以為一買就有 回了一點心思 其實兩隻包包的不同 如果說武裝方面 就是TV版比較厲害 但配色方面反而是 劇場版比較漂亮 但我自己應該有些朋友都喜歡藍色 因為藍色那隻 都有些情意結 說真的 實際上第一次看EVER 就是 令號機是這個顏色 看看配色方面 因為TV版其實真的比較單調 現在這樣看下去 劇場版就會有很多不同顏色 例如在頭上 大家可以看到 中間這裡有個霸色 另外這裡有些紅色和黃色的紋 那TV版就一整塊藍色 另外這個肚子也有個霸色 其實這個問題 在初號結都一樣 中間這一節是 劇場版不同顏色 TV版也是藍色 這裏 腳其實分色都多 大家可以看到 膝樓哥 腳掌 腳底也有紅色 其實基本上 TV版就差不多全部都是藍色 就是中間有一點點白色 好,接著看背部 其實所有 這個系列的EVER 背部的骨 都會上了兩折 但第三折就不上 不知為何 全部都沒有 另外這個背部的黑色 其實是我自己游上去 其實本身都是沒有上的 好像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TV版藍色 就不是很花巧 而頸的鎖骨位 其實都上得漂亮 可惜頭太大 有機會遮蓋 好,其實最好玩 我覺得就是這支槍 應該大家擺姿勢都會擺這個 最好裝上去之前 就先插拳頭 好,我們就要先脫掉這個驅足器 裝上去 好,接著連拳頭 連一支槍 裝上去就完成 其實扒上去是很緊的 這樣就可以了 好,成功 又要再給大家看一條電纜 好像之前拍片都說過 下面那條我上了一點顏色 上面那條是原裝的 待會我擺姿勢都會用下面的漂亮一點 你覺得其實 眼睛紅色和頭頂的綠色都上得很漂亮 這個之前的Eva都說過給大家知道 好 轉到初號機拿兩支朗基路斯槍 哇 霸氣出來了,多有型 其實之前我這個初號機 都是保持著擺姿勢 拿著一支朗基路斯槍 沒有理由拿著小刀 那這次有兩支 還有就用支架會好一點 既然是這樣的姿勢 好像有浮空的感覺 這個 凌波麗握這支槍都可以 但是其實本身都跟了一支很大型的白色的槍 這支朗基路斯槍 現在就轉一轉給大家看 之後其實都會放到初號機裡 不知道大家喜歡怎樣擺姿勢呢 會不會跟回原盒的裝備擺 還是像我那樣的想法 放進定身子裡 拿兩支朗基路斯槍 這支小刀就是之前的劇場版 零號機的槍 我覺得都可以放進去 TV版一樣 因為這支槍沒有分顏色 不過當然那句,這個武裝應該都不會用 有大用大 記住,不過都要照買出來 轉一轉 好了,轉完這支槍就完了 所有武裝都拿給大家看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個TV版的零號機 其實我自己都滿意 但我還是會畫上一點顏色 美化一下 還有真的買一支就不夠玩 有時真的要多買幾支拼買 才會更開心 所以之後那支2號機我都會買 劇場版2號機我買了 不過還沒開箱 那下次究竟是一次過拍兩個開箱 還是可能中途快點拍一支劇場版2號機開箱 看看有沒有時間 記得留意我們今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你喜歡,謝謝,拜拜